香港出賣這種人 網友就問是不是香港真的沒有前途呢 香港的前途如果給我搞都還可以站下 香港要出很多奇招 香港要出來 如果給現在這幫中港的殘功搞得香港死人 他都不知道香港的優勢在哪裏 如果給我抓莊香港再橫魂第一步 就請彭督回來做政治顧問 再多請幾個外國大法官回來把關法院 還有那條政司要換回那個鬼佬座 做了幾件事那些外資穩定了 接著你立刻去檢討那個國安法修改 當檢討之後呢 我為了符合那個新形勢 保持香港那個優勢 所有涉及任何凝聚好 國家安全法好 都全部在香港審訊的 修正的問題 當你立了國安法現在要修正 絕對不需要給印證去國內 所以現在首先你要響應 你要放下十二條年輕人 這個呢 就是一個協調的手腕來的 還有你不需要做到這麼頑固 他闖過了境海域而已 為什麽搞得又不被人見律師又不成功呢 是很難以辱宣的 你看看自己現在他們自己 他經常說拿起石頭 踏自己的腳 他現在不是拿起石頭 有他拿起斧頭 劈自己的腳 換言黨 是多麼狠狠 斬腳趾 是啊 我猜不到他們真的這麼狠狠 很多啊 很想威風嗎 哪一個不知道你們那麼想威風啊 我可以扣留人啊 對不對 你都不肯去做國際的 搞國際舞台關係的國家來的 做所有的行為出來 被人恐懼 你說搞我國家安全法 令到香港的市民是安全的 現在搞到一個多個心驚 膽怯 移民走隱 那是甚麼大禮物 即是你那套東西不肯通 不肯通你還不肯改 改到的 世家 是修正的 為甚麼你不做呢 是要做一塊時間版的 臭咖咬 先講一下 還有甚麼問題 現在香港這樣的局面 這個